再过几天就是元宵节 今年系纸乡土文化协会将再度举办提灯笼游老街的活动 沿线里长们也一起号召大家在2月17号当天 沿着系纸老街提灯笼重温小时后过元宵节的起门 过年9天廉价结束 紧接着就是元宵节 由系纸乡土文化协会举办的彩绘灯笼游老街活动将在2月17号登场 当天找凭两张发票就可以兑换红色复古灯笼 彩绘上自己喜欢的图案之后 大小朋友就可以提着他游老街一起庆元宵 今年是第2变的 希望变作以后每一年都一个国庭的活动 要请国立立场 提灯走街沿线里长们也号召大家加入 除了协助宣导也聚在一起邀请里民们一起同乐 里长们说小时后都会提着灯笼在老街上走 真的很有气氛 希望当天大家一起来回味儿时 庆元宵的热闹景象 要做一些唱歌的点拉着的 古早上都点拉着的 这一次的话我们马祖庆 连同乡土协会 还有我们乡帅这边的王老板一起共襄盛级 也约了我们临近的几个里长 大家来共襄盛级 希望说在这一次的元宵节 我们办的有声有色 以后的话是不是可以年年的继续的来办 我们这个戏子有中正老街 但是真正的这个有关于民俗活动 这种传统的活动 说起来是非常欠缺的 诗元宵提灯笼这个活动 我们会尽全力把大家带上 参与这个正式活动 让我们这个文化传统一年比一年大 记得宫是戏子最老的马祖庙 这次一样加入举办行列 活动就从这里出发 沿线走老街再回来吃汤圆摸彩 重现儿时回忆 彩绘灯笼由老街 2月17号星期日下午4点 在记得宫登场 先换灯笼接着彩绘 6点开始提灯笼由中正老街 热情邀请您一起加入 这层慧林 西子 蔡宝宝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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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